好 下面我们讲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第三节 诉讼时效制度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 我们讲诉讼时效 大家首先就要知道什么叫做诉讼时效 有什么样的特点 所谓诉讼时效 指的是在一定期间内 不行时请求权 就会失去国家强制力保护 这样的制度 要理解诉讼时效 先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欠你一万块钱 你一直都没有找我要 超过三年 你再去法院告我 我就可以说 不好意思 过了诉讼时效了 不还了 这个时候 法院就不会再判你胜诉了 这就是 你本来对我有请求权 但是呢 在一定的期间不行时 最终的结果 就导致你失去了国家强制力保护 我们把这样的制度叫做诉讼时效制度 好 要理解诉讼时效 首先 诉讼时效 是民事法律事实当中的事件 大家对 法律事实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第一章当中就讲过 我们根据是否以当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把法律事实分成了事件和行为 而这个事件当中 有一种就是时间的经过 它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这个诉讼时效 它是法律事实当中的事件 好 再看 第二 诉讼时效 有什么特点 我们可以把诉讼时效的特点 概括为一句话 叫抗辩权产生 胜诉权消灭 如何理解 具条也 五个方面 第一 诉讼时效 既满 当神的实体权力 并不消灭 也就是说 这个权力人 仍然 有权去起诉 比如我欠大家钱 已过诉讼时效 你到法院去起诉 法院应不应该受理 当然应该受理 好 再看 第二点 主张诉讼时效的抗辩 是债务人的权利 法院是没有权利 主动对诉讼时效期间 进行审查的 如果债务人 主张诉讼时效的抗辩 法院经过确认 确实诉讼时效 已经届满 才能够 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这句话告诉大家 比如我欠大家 一万块钱 已过诉讼时效 你到法院去起诉 告我 法院受理了 开庭审理 假如我没有提 诉讼时效的抗辩 法官能不能讲 你看 哎呦 是王老师 我还曾经学过 王老师的经济法 考过了筑块 是不是 好 于是主动对诉讼时效 进行审查 发现过了诉讼时效了 直接判你败诉 行吗 不可以 因为主张诉讼时效的抗辩 是债务人的权利 只有债务人 主张这个抗辩 法院才去审查 才能够判决 这个债权啊 他不能够获得保护了 是吧 好再看 第三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 如果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在二审期间再提的 法院一般不欲支持 但是 有新证据 作证的除外 好 这句话的表述 大家要注意 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就是 诉讼时效的抗辩 在一审和二审题 都是一样的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原则上应该在一审的时候提 如果一审没有提 不是说二审提也是一样的 有新证据作证 二审才能够提 好 再有一种表述 也是错误的 就是 如果一审没有提诉讼时效的抗辩 二审不能提 这也是错的 因为只要有新证据作证 那二审也可以提 好再看 第四个方面 诉讼时效期间 借满之后 义务人同意履行的 不得又以诉讼时效期间 借满为由进行抗辩 而如果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 是不得请求返还的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自作孽不可活 什么意思 就是诉讼时效已经借满了 此时这个债务人 其实他就可以不还了 比如说我欠一个同学一万块钱 已过诉讼时效 这个时候我可以不还了 但是呢 我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呢 我把这个钱还给他 好还给他之后 我又觉得亏了 我能再找他要回来吗 不可以 或者说 我表示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 我还能再主张吗 那就不能再主张了 好再看 第五 诉讼时效具有强制性 当时是不能够预先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 也是不能够预先协议变更或者是限制诉讼时效的 什么意思 这个诉讼时效它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不能说我跟大家签合同的时候 我向你借钱 你跟我讲说王老师 你在里面写一个承诺 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 这个做法是无效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够预先变更或者是限制诉讼时效期间 比如你跟我讲 人家的诉讼时效都三年 你的诉讼时效写个一年 或者是永远不过诉讼时效 这都是不可以的 不能够做事先约定 好 这是我们对诉讼时效特点的理解 记住叫做抗辩权产生 胜诉权才消灭 好 下面我们看 要理解诉讼时效 还要注意把握它跟除斥期间有什么区别 所谓的除斥期间跟诉讼时效不一样 这个除斥期间 大家看这个名称就知道 它指的是 权力如果不行使超过一定的期间 就直接导致权力消灭了 比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撤销权行使的期限 就是非常典型的除斥期间 大家应该还记得 一般情况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期一年 如果是重大误解的话只有90日 如果说是胁迫 那就胁迫行为终止之日期一年 好 假如在这些期间不行使 那么撤销权这个权力本身就消灭了 而从行为发生之日期五年都不行使 撤销权也会彻底消灭 所以这里面的一年也好 90日也好 五年也好 都叫做除斥期间 它的法律后果是 只要在该法定的期间不行使 直接导致权力消灭这样一个后果 所以下面我们看诉讼时效跟除斥期间具体四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 适用对象不同 诉讼时效一般适用于请求权 主要是债权请求权 比如说 我欠你一万块钱 你对我想有债权请求权 那么这个债权请求权 它就是适用诉讼时效的 而除斥期间 一般适用于行程权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效力带定合同的追认权 记不记得 比如限制行为能力 不能独立实施的临时法律行为 效力带定 好 谁有追认权 法定代理人 而这个法定代理人 收到催告之日期30日 可以追认可以不追认 如果30日不做任何表示 那就视为拒绝 所以这个30天是非常典型的除斥期间 好 再有比如说合同的解除权 我们在后面讲到第四章合同法律制度 会给大家专门讲 这个解除权行使的期限 有约定 爱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的话 一般是一年 好 再比如说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撤销权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里面不管是一年 还是90日 还是五年 通通都是除斥期间 所以这个除斥期间 它一般适用于行程权 我们在前面 讲到民事权力的分类 大家应该也有印象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行程权 比如效力带定合同的追认权 合同的解除权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 好 这是第一点区别 第二 法院能否主动审查 也是不同的 诉讼时效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了 法院是不可以主动依职权审查的 因为这是债务人自己的权利 他如果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法院才会去审查 发现确实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这个时候呢 就会驳回我们这个债权人的起诉 而除斥期间不一样 除斥期间 因为它是法定的权力的存续期间 这就意味着法院可以主动审查 也就是说 他可以对除斥期间主动依职权审查 发现已经过时了 不好意思 权力就消灭了 好 再看第三个区别 期间借满 法律效率不同 诉讼时效借满 我们刚才讲了 叫做抗辩权产生 胜诉权消灭 也就是说 诉讼时效一旦借满 债务人就产生了抗辩权 而这个抗辩权 只要债务人主张 法院审查发现 确实过了诉讼时效 好 这个时候 债权人在程序上 胜诉的权力就消灭了 但是 它的实体债权并不消灭 仍然存在 什么意思 就是我欠大家一万块钱 已过诉讼时效 虽然法院不再保护你 但是呢 你可以跟人家讲 王老师欠我钱 这个事实 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而我后面 把钱再还给你 你收这个钱 也是有权力的 因为你的实体债权 并没有消灭 但是除斥期间 就不一样 除斥期间 一旦借满 这个权力本身 就归于消灭了 就不存在了 好 再看 第四个区别 期间的性质不同 诉讼时效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它是一个可变期间 可以终止中断 或者是延长 比如说 一般的诉讼时效 三年 它可能因为多次中断 一直延延延 延到个十年二十年 都没有问题 所以它是可变期间 而除斥期间 它是不变期间 不因为任何事由 而终止中断和延长 比如前面讲到的 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般撤销权行使的期限 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是有一年 好 这个一年 从第一天起算 到最后一天 一年就是一年 到期就消灭 不会发生任何的 终止中断延长 所以它是一个不变期间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多选题 这是以前的一个真题 下列关于诉讼时效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 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实体权力消灭 这是错误的 使债务人享有了抗变权 而债权人的实体权力 并不消灭 好 再看 B 诉讼时效期间 为可变期间 这是正确的 C 法院不得主动 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 这也是正确的 D 当时可以事先放弃诉讼时效的抗变 这是错误的 他不能事先放弃诉讼时效的抗变 也不能够事先约定缩短或者是延长诉讼时效 因为诉讼时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好 这个诉讼时效 它主要是用于请求权 这里面主要是债权请求权和部分误权请求权 在考试当中 重点就是要把握 哪些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好 我们来看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有三类请求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哪三类 第一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的 为什么这些不适用诉讼时效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 以停止侵害为例 张三打李四 一直都在打 后面李四忍无可忍就喊 不要再打了 我要去告你 不能再打了 这个时候张三能不能讲 我都打了这么多年了 早就过诉讼时效了 继续打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些个请求权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它是不是用诉讼时效的 好 再看 民法典规定 第二类请求权 不是用诉讼时效的 不动产物权 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 请求返还财产 这里面包括了两种人 第一种是不动产物权人 第二种是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好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不动产 比如说房屋的所有权 那是一定要登记的 而登记的动产 我们在后面第三章会给大家讲到 主要就是机动交通工具 典型的像船舶航空器机动车 因为这些都是有登记的 所以要求返还财产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比如说张三家的房子被人家占了 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来 比如说张三登记的这个机动车 被人家拿了 因为是有登记的 所以什么时候都能要回来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好 再看第三类是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或者是抚养费的 大家看这些钱 它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所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好 这是民法店规定的三类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 下面我们看 相关司法解释 还规定了三种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 哪三种呢 我把它总结为叫做头存在 考试的时候 因为想不起来一摸 哎呦 头存在就是这三种 好具体而言 代表什么含义 咱们得记得 否则的话 老师编了很多口诀 口诀记得可熟了 代表什么含义忘了 那还不如不背呢 是不是 所以头指的是什么 这个头 是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的请求权 比如 我跟大家一起投资办公司 每人投一百万 三年过去了 我一分钱都没有投 你找我要求我把这个一百万投出来 我能不能说 早就过了诉讼时效了 这个不可以 好 这是第一 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的请求权 第二 存指的是什么 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 比如说 今天晚上有个同学 他就回去在家里搬箱倒柜 就找到了他爷爷的爷爷 在刚刚解放的时候 就在某银行存款一千万 好 第二天 这个同学就拿了这个存折去找银行 银行说 你这个钱都存了多少年了 早过诉讼时效了 这个同学就可以跟他讲 你不要忽悠我 我刚刚学完王老师的经济法 这个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 我们找银行要钱 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 但是反过来在座的各位 如果我们向银行贷款 我们欠银行的钱 银行找我们要 受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当然是 再看 第三 这个债 讲的是什么 债 指的是兑付国债 金融债券 以及向无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 本息的请求权 因为这些个债券 他们涉及到的主体太多 因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记住了 司法解议规定的三种 考试的时候一摸 头存在 就这三种 好 这些都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二年这个单选题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情形 适用于诉讼时效的是 A 债权请求权 一般是适用诉讼时效的 B 撤销权 这是一个行程权 它有除斥期间 C 解除权 也是一个行程权 它有除斥期间 然后D 追认权 也是一个行程权 它有除斥期间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只能够选A 好 再看 这个例题 多选题 下来选项中 不是用诉讼时效的 有 注意 不是用诉讼时效 A 请求停止侵害 这是正确的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都不适用诉讼时效 B 无行为能力 对其法定代理人 损害自己权益的请求权 那么这个 我们在前面没有讲到 它是适用诉讼时效的 C 存款要求支付 存款本金 及利息的请求权 这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D 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 或者抚养费的 也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该选 A C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诉讼时效的 Dragwin 诉讼时效的种类 我们国家所规定的诉讼时效 有普通诉讼时效 有特殊诉讼时效 还有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 好 首先看 普通诉讼时效 多长时间 三年 而这个三年的起算 它是一个主观标准 什么意思 从权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力受到损害 以及义务人之日期计算 这里面注意两点 第一 我们刚才讲它是主观标准 从权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力受到损害 及义务人 而不是从损害发生之日开始计算 第二 知道或应当知道 必须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权力受到损害 同时还要知道义务人是谁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张三跟李四是邻居 假如张三出国了 好 二一年的三月一号这天 李四因为嫉妒 把张三家的玻璃给砸了 但此时张三不知道 因为他不在家 假如二一年的九月一号 张三从国外回来了 一看 哎呦 玻璃坏了 但此时他不知道是谁干的 所以我们说 知道或应当知道 必须两个方面 第一权力受到损害 第二还要知道义务人是谁 假如经过多方调查 在二一年的十月一号这一天 张三终于知道 是自己的好邻居李四干的 于是从这一天 才能够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多长时间 普通诉讼时效三年 也就是截止到二四年的十月一号为止 好 这是普通诉讼时效 一定要注意 主观标准 知道或应当知道 而且必须知道两个方面 第一权力被侵害 第二还要知道 加害人是谁 好再看 第二种特殊诉讼时效 四年 这个呢 主要是具有涉外因素的 就是涉外买卖 技术进出口合同 因为它涉及到国外的当事 所以给的时间长一点 四年 好再看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 二十年 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 这一点要注意 从权力被侵害之日起算 而这个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 二十年 它跟前面的这个诉讼时效 有什么区别 这个保护期限 它可以是用诉讼时效的延长 特殊情况 经法院批准延长 但是 不是用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的规定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好 这个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 二十年 好 针对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的 我们来看 1999年2月8号 赵某在某医院生孩子 2018年10月31号 赵某发现这个孩子并非自己亲生的 怎么发现的 因为这个孩子上大学体检验血型 验出了之后发现 按照他夫妻俩的这个血型的搭配 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于是就产生了怀疑 后来经过多方打探就知道 当天在医院生孩子人比较多 于是这个护士呢 把孩子给报错了 好 我们假定 在2018年的10月1号 掌握确凿证据证明 是某医院的护士将孩子给报错了 问 赵某要求医院赔偿的诉讼时效届满日 好 我们看 如果按照一般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和三年的时间 正常本来应该是 知道或应当知道两个方面 也就是18年的10月1号 他知道自己的权力被侵害 而且知道谁干的 医院干的 对不对 所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三年截止到21年的10月1号为止 但是在这个题当中 千万不要忘了 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只有20年 而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 从权力被侵害之一 所以1999年的2月8号 权力就被侵害 20年就到期 截止到2019年的2月8号为止 所以这个题是大家要留意的 A选项 2002年2月8号这是错误的 B 2019年2月8号正确 C 2021年的10月31号错误 D 2021年的10月1号也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题主要就是考察大家权力的最长保护期限 20年所以正确的案选B 好 下面我们看诉讼时效的第三个问题 诉讼时效的起算 就是诉讼时效的三年或者是四年 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 我们前面讲 一般的起算点 采用的是主观标准 也就是权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两个方面 第一权力受到损害 第二还要知道义务人是谁 然后才能够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好 在这里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特殊的起算点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第一 当审约定同一债务分期旅行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最后一期旅行期限借满值日期计算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我们的房贷在银行一贷可能就是20年30年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债务 同一债务分期旅行 因此 哪怕我们第一期开始就没有旅行 也是从最后一期旅行期限借满 才开始起算每一期的诉讼时效 好 这是同一债务分期旅行的 再看第二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期计算 这个讲的是状告法定代理人的 比如在座的各位 压岁钱都到哪去了 妈妈说保管一下 结果就不见了 是吧 如果现在你要告父母要压岁钱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 大家想想 当这个孩子未成年的时候 他的父母怎么可能代理这个孩子告自己呢 是不是 因此从法定代理终止 对在座的各位来说 这个压岁钱的问题 那就是从年满18周岁开始计算 三年 大家掐指一算 估计基本上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是吧 好 这就是无行为能力 限制行为能力 如果要状告法定代理人的 下面我们看 第三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 计算 针对这个问题啊 主要就是 可能在现实当中 有的家长 当时发生这个事 为了保护孩子 他就没有去主张民事赔偿 所以在民法典出台的时候呢 专家就认为 这样的案件 应该给当时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 所以就等到受害人年满18周岁开始 给他三年的时间自己考虑 好 这是民法典规定的特殊的起算点 下面我们看 在其他规定当中 所规定的特殊起算点 这里面就包括了民法典的司法解释 在有向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一些特殊的起算点 好 句条也 第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权利 受到损害的 诉讼时效期间 从什么时候起算 大家想想 这个无行为能力 限制行为能力 他本人是欠缺行为能力的 所以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要去起诉 这个时候就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因此 必须要有人帮他去告谁 法定代理人 所以这个诉讼时效期间 就应当从他的法定代理人 知道或应当知道 两个方面才开始起算 哪两个方面 第一 权利受到侵害 第二 还要知道义务人是谁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张小三同学 幼儿园小朋友 四岁 假如在2020年的1月3号这一天 在幼儿园被打了 他回家啥也不说 因为他太小了 他也不可能知道去告 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2020年的1月5号 他的父母发现 哎呦 这个孩子 怎么这个地方 清了这么一大块 是吧 于是去医院检查 哎呦 不得了 肋骨断了一根 好 然后多方打探 还问了幼儿园 才知道谁干的 比如说幼儿园的另一个小朋友 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1月6号知道 另一个小朋友干的 好 从这天开始 他的法定代理人 才知道两个方面 第一权利被侵害 第二 义务人是谁 所以从这天开始 才能够起算诉讼时效三年 截止到23年的1月6号为止 好 这个内容 大家要特别注意 是23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再看 第二 请求他人不作为的债权请求权 自权利人知道义务人 违反不作为义务时起算 其实啊 这些内容 大家没有发现 都是在解释 要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两个方面才开始起算 诉讼时效 对于这个不作为的债务 债权知不知道对方是谁 当然知道 所以什么时候 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 才能够起算诉讼时效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知道 自己权利被侵害呢 当然就是知道义务人 违反不作为义务 比如有个同学 知道王老师的秘密 于是我跟他签了保密协议 给他封口费 结果有一天发现 哎呦 大街上到处都在传 王老师的秘密 好 于是这天开始 我就知道 他违反了不作为义务 我也知道这个人是谁 因此从这天开始 起算诉讼时效 好 再看第三 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 自赔偿请求人 知道或应当知道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行使职权的行为 侵犯其人身权 财产权 之日起计算 但是被羁押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 是不计算在内的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国家赔偿 大家想想 作为当事 知不知道加害人是谁 当然知道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起算 其实就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 好 比如说 有一些情况下 我们这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他是合法的 像城管在执法的时候 对吧 合法的没收了一些财产 那你就不能主张 好 后面什么时候知道 比如说 我可以主张国家赔偿吗 因为他没收我那个东西是不合法的 于是我从知道或应当知道 他这个行为不合法 损害了我的权力 才能够开始起算诉讼时效 而羁押的被关起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行使请求权 因此这个时间是不能够计算在内的 最近这些年应该说 国内有不少的这个国家赔偿的大案 典型的比如说这个内蒙古哭格案 因为他被错杀的 所以后来抓到了真凶 好像是一共赔偿了200多万 这是其他规定当中所规定的特殊起算点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个例题 单选题 假以定例买卖合同 约定假于2018年3月1日向以供货 你在收到货物之后 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 好 我们看 3月1号向以供货 那已收到之后一个月 也就是4月1号之前 必须要一次性的支付全部的货款 假一约供货之后已没有付款 如果假一直没有向以主张权利 则假对已的付款请求权 诉讼时效期间借满日 我们说了 这个起算点 知道或应当知道两个方面 那就是2018年的4月1号 因为到了4月1号 满一个月了 没有付钱 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 知不知道义务人是谁 当然知道签合同的对方 所以这一天开始起算 诉讼时效3年 截止到21年的4月1号为止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 应当选递 其他都是错误的 好 这就是考察大家诉讼时效的起算